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都住一起了 不是你疯了吗 我没疯 我是个女朋友 我现在跟你一起回家有问题吗 那我连痴呆的是吗 咱俩已经分手 这才是我新女朋友 你看不见吗 那我呢 你帮我放男啊 我把你当观音子 自我供起来行不行啊 我求你这便宴婚不散了 我告诉你 今天这事说不清楚 谁也别走 两位冷静冷静 我们换个地方好好聊一聊 能说说什么情况吗 她是我前女儿 我俩分开半年多了 明明是你单 方便记得分手好吧 我可没同意 不是你能不能要点脸 你难不得好好说话 那我请问你 背着我和我兄弟 偷偷搞暧昧的人是不是 恶心这全让你做了 你还怕别人说吗 你 能详细说什么吗 报告我讨历了 琪琪跟我兄弟 不止一个都不清楚 我哪有啊 那那些人不也是你介绍给我认识的吗 我介绍他们给你认识 是让你了解我的权子 不是让你乱搞 丽莎 咱俩心平气和财 就你那帮兄弟 都知道咱俩是在小银上认识的 那他们有的妹妹也偷偷在软件上 跟我打招呼 我发消息 我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能不回答吗 这是我的问题 苍蝇不敬无故的 你敢说你上回喝酒 时候没跟他们眉了眼睛 他们骚扰你 跟我说我跟他们绝交 可是你 你不但瞒着我不告诉我 反而私底下跟他们又是保费 又是亲爱 大开夜趁我睡着 在小铃银上跟毛雨视频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那是在帮你 那我是不是把你记得出来 你那些互通购 我都不是好东西啊 什么问题 别把你自己美化的那么高尚 我就问你 在他们 你好处没赏 他吧 你也学好看人啊 我可没得手 行 转账和红帮我就先不说 我那个高中同学做牙医的 你去弄得看牙 你花过钱 还有 行了了 李成 这些都是资源 人的社会上怎么都不靠资源呢 更何况 我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事发生了 你要是介意这个 你可以跟我闺蜜去玩玩 我可以装作没看见 你有三观吗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是这超人吗 行了 我就问你能不能跟他分了 跟我和好 真的听得够够的了 这位小姐 麻烦你不要在这回想蛮馋好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听不懂中国话是吗 我让你别再纠缠里沉了 你个小狐狸 够了 无人 我不会再冲倒不折 你都不知道我那段时间我是怎么熬过来 我爱情友情我全没了 如果不是莉莉当时看见我在小恋语上发的动态 知道我不开心 主动找我聊天 下班了以后语音视频开导我 我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我能不能挺过来 可那个时候 你又在哪 多得了啊 我来这都给你探紧下来 你识相一点 识相的话赶紧滚 记住 意识 终身不用 你到底忘了没有 忘了没有 忘了没有 我和你一起成了每一个梦 我和你一起成功